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为什么我们大年初期要剪纸 因为我们大年初期 在中国的民间民俗里面 有贴窗花剪剪纸这么一个民俗 我们会把自己的新的一年的期盼和愿望 体现在窗花里 我们贴上了窗花 希望来年这些美好的愿望就能够实现 杨老师 你看我剪的漂亮不漂亮 你剪的是什么呀 快打开看看 蝴蝶 我剪小蝴蝶 我希望我跟小蝴蝶一样漂亮 蝴蝶呀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你剪的什么我们看看 我剪的是如意 希望明年的万事如意 你说这个初期 咱们把这个窗花剪好之后 贴在家里就又漂亮又有寓意 真的是寓意 太好了 杨老师您剪什么呢 给大家看看吧 我剪的是三朵向阳花 三朵向阳花 这里面蕴含着 欣欣向荣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向阳而生 欣欣向荣 太棒了 我们从杨老师开始 给大家先打一招呼 我们认识认识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杨岳 目前是北京市海淀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减纸项目的 代表性传承人 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我叫方依涵 今年八岁了 大家好 我叫查安琪 今年九岁了 你们喜不喜欢剪纸呀 喜欢 好玩吗 好玩 今天呢 杨老师带着我们的 韩汉跟琪琪呢 用剪纸来感受一下 欣欣向荣 那接下来呢 我要邀请两位大厨 他们用做菜的方式 让大家感受一下 欣欣向荣 来 掌声欢迎两位大厨 大家好 大家心里好 来 两位大厨给大伙打一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岳台大厨 邓晏飞 大家心里好 大家好 我是金武台大厨 许世全 我们今天现场特别喜庆 各种各样的剪纸 是吧 原来是贴窗花 现在表起来也特别好看 怎样 非常非常好 是吧 杨老师 你大概介绍介绍 我们现场的这些剪纸吧 好呀 像最大的这一幅呢 这是一幅祥云幅 上面的一些牡丹花和各种的花卉 代表着花开富贵 蝙蝠叼着铜钱呢 寓意着福寿有才 下面的荷花花和左侧的梅花 寓意是和和美美 哇 我不服别人 就服你 是吧 还有 还有 这个很有趣 一下子在吃饭 像这一幅作品呢 是专门为咱们回家吃饭节目设计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是非常温馨的一家人 爸爸在擀皮 妈妈在拿馅 小朋友们在包饺子 所以说呢 我们新的一年回家吃饭 就是服 对 这个是一个龙宝宝吗 这个是龙年的吉祥福娃 他骑着一头小龙 脑袋上还戴着一个小龙帽 哇 你看 今年好多的家庭在争着生龙宝宝 我们的这个祥龙 其实就是把这个宝宝 给大家带过来了 对吧 来 今天两位大厨啊 做菜有点难度 为什么 因为初期了嘛 好多人开始上班了 新的一年心心向荣 所以说做菜的时候要把这些个元素加进去 得想一想做什么菜了 我过年做一个特别喜庆的菜 叫生龙活虎 生龙活虎 对 哇 来 许大厨呢 我做一个大展红图 大展红图 生龙活虎 对 是吧 杨老师呢 今天既然您已经来了 您就现场根据大厨 现场的烹饪步骤 您给大家来创作剪指怎么样 没问题 那两位宝贝 咱们的下头先玩一会儿 好不好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巨大厨 您刚刚说了大展红图 是吧 那这是一个菜名啊 它具体做什么呢 说这个菜是一个好听的寓意 实际上是一个咱们山东的煎饼 山东煎饼 大年初期 大展红图 就吃个这个 巨大厨 您新的一年是不是江郎才进了啊 对您来给我们做一个 看个煎饼 这个煎饼可与动不同 你看我的食材 就与动不同 真是不一样 首先呢 咱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先问问您 你煎饼你有这猪饼吗 煎饼就猪饼 里头有猪饼 包到里边 这个猪饼在这里体验是什么 勾钱呀 该工作了 挣钱 抓财 是吧 好吧 那许大厨咱们第一步做什么 把这两个荤的原料 咱们给它熏一下 因为这过节 家家可能都有一些剩的熟食 初期要说吉祥的话 家里面绝对没有剩的 这是我们特地为初期留的 有猪饼还有什么 酱牛肉 牛庆重天 是吧 要熏一下 对 为什么要熏呢 熏呢 首先来讲味道更好 第二呢 熏点着柴火 冒着烟 心心向龙的一种感觉 还有一个熏完以后的食材 更能放得更紧一些 而且颜色更漂亮 对 对吧 好 随便拿一个锅 如果你熏完以后这锅不好刷 有办法 把锡纸割锅里头 您割啥料都行了 先割咱们的熏料 熏料呢 什么地方呢都有 有割糖的 有割米的 有割茶叶的 但是咱们最简单的 割点糖 家里边都能实现的 对 给它摊开一点 这个小妙章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因为我原来看见人家熏的时候 最后缩板天国 对 所以说呢 用一个锡纸 对 咱们加一点香叶进去 让它的味道不发苦 有时候熏的东西容易发苦 明白了 这也是一个熏的小妙章 对 食材割理 猪蹄 牛肉 点火 我们现在的元素已经出来了 咱们给它熏一下 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 对 所以待会杨老师都会在剪纸当中 给我们体现这些个元素 是吧 对 您待会这猪蹄啊 剪得不香都不行 哎呀 这个怎么办 这个太雷达杨老师了 您主要是给我描绘 咱们要欣欣向荣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可以 我剪的是大展红图 是一只老鹰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咱们介绍介绍咱们今天的食材吧 嗯 这个是玉米面 小米面 白面 熟的豆面 加在一起 这个煎饼出来 效果它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 是吧 就山东煎饼的这个煎饼讲度是杂两 是吧 咱们今天就是这样 对对 咱们这个一比一就可以 再加一个鸡蛋 加一个鸡蛋 来 我夹着 慢慢加 慢慢加 咱们今天为什么用点豆面啊 豆面要炒熟了 豆的这东西不容易成熟 在煎饼当中 你要加豆面要给它炒一下 它香 但我在外面 我其实是吃那个山东煎饼 很少煎到加豆面的呀 哎 对了 这就是许大厨的煎饼 许大厨的做菜 我觉得一直有一个特点 这个菜我得爱吃 或者我们家人爱吃 比如说外面 谁家买特货 他就拿回家开始改凉了 哦 哦 对 要改改成自家人爱吃的那种口味 对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工作那么忙 每天能够期待回家吃饭的原因 是 嗯 调整那种吸壶啊 能留下来的那种感觉 就可以了 这边冒烟了 是不是可以关火 可以了 不要关火 再等一会儿 你看这烟没有 现在是清烟 等它出黄烟的时候 咱们关火 清烟逐渐带一些黄烟了 对 对 对 这烟变黄以后 关火 闷上十分钟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咱们今天的配料 搁点孔的 搁点绿的 咱们给它处理一下 嗯 杨老师 您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正在完成什么元素呢 我这个老鹰 基本上已经展翅了 然后现在在制作画面外 有祥云和太阳 您这个娴熟的技术 您练了多少年 我从三年级到现在 将近二十年 是吧 三年级到现在将近二十年 算一算 杨老师现在几岁 杨老师 考验情商的时刻 25岁 巨大叔说25岁 是吧 要我说 呦 您刚刚成年呀 都剪得这么棒 哎呀 哎呀 这个飞哥真是太会聊天 因为您是飞仪传承人嘛 咱们家里面 也是不是 世世代代都有这个剪纸的技术 我父亲 他也是做飞仪的 但是他是北京扎燕风筝 极多技艺的传承人 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从小看老师们制作 对剪纸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从事的是剪纸项目 对 这都是有家学的 是是吧 那个 海藏也切好了 邓大叔帮我把这个电饼铛拿过来 好嘞 这时候呢大飞咱们这个熏肉也可以出锅了 来 我们准备走着 好 非常棒 但现在这个腾熏的这个味道出来了 特别香 对对 而且锅呢特干净 这点特别好 这样呢咱们展示一下的锅 干干净净的锅 省得刷锅了 对 那我们的这个电饼铛是不是要预热上了 咱待会儿在这行吧 许大叔 可以啊可以 下面呢我把这个肉给切一下啊 咱们大家一会要揭饼里加点肉 接下来我就要大展鸿头了 走 咱们给它刮一刮 你不觉得今天这个煎饼和一般的煎饼不一样吗 它比豆香特别浓郁 是 对 远 这说明什么 说明许大厨白岸功底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基本上让它均匀 摊开就可以 倒的时候不要说倒完以后就刮它 让它定型以后再刮 它就能容易成型 明白 我们盖上吧 上下受热 今天呢咱们呢有两个酱 番茄沙丝 辣椒酱 两个都是红的 硬称能够红红火火的大展鸿头 对 来 行了 你看 可以了 鼓气了就可以 鼓气了你看看 走 优秀 优秀 你吃什么的 两种酱都要 可甜可辣 杨老师喜欢吃什么味的 我也两种酱都要 是吧 红头 红不红 红 加一些牛肉进去 猪手 青红椒丝 蒸菜叶 加鸽子盒吗 春节剩子没吃完 不是 是是专门为初期留的 是专门为初期留的 是专门为初期留的 这样一定要碎一点 这样呢咱们给它卷起来 这里边的料真足啊 对啊 哇 哇 我们这边的大展鸿头的煎饼卷成了 好 大飞正好我的这个作品也剪完了 哇 我们看一下 大展鸿图 大鹏展翅 哇 好看好看 漂亮 也预祝二位老师 大飞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能大鹏展翅 大展鸿图 是吧 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 鸿图大展 有肉的煎饼就是不一样啊 口感有个烟熏 确实好吃 是吧 这个酱也是很独特的味道 好吃的啊 好吃好吃 上面有金刚条的感觉怎么样 柔韧软糯 口味是咸鲜 然后呢有烟熏香 但上面的酸酸的金刚条 特别解腻 而且刚才煎饼大展鸿图 金红条也罢 抹的红色的酱 熏完的肉也罢 都是谐音红 终于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大展鸿图 酱鲁图放入锅内 用糖熏制后改刀 混合面 制成面糊 摊成煎饼 抹上辣酱 番茄酱 包裹切好的熏制酱货 再搭上喜欢的食书 一道大展鸿图就做好了 花重点 熏制时 锅底放上锡纸 不容易糊锅 接下来咱们生龙活虎一下 对 好嘞 来 要做鱼生了 提醒大家第一个要买足够安全的鱼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砧板的最好用开水煮一下煮一下 没错 鱼选择海鱼会好一些 我今天选择这个呢 老虎斑 还有龙虾 生龙活虎 这道菜呢也是我们大连初期必须吃的一道菜 而且我这个做法呢 是我们顺德的一个美食 咱们讲究一个手法叫做 对啊 捞 捞起 对 是吧 好 初期咱们捞起 没错 杨老师待会根据邓大厨所供展现的生龙活虎 您可以进行创作 没问题 有请邓大厨 然后我们现在的水里边加上这个冰块 放几片柠檬片 让它去腥 把这个龙虾上面那些筋膜 给它用这个小刀给它去掉 然后一掰就出来了 其实特别简单 这个小龙虾的肉其实更嫩 它更适合做这个生吃 飞哥帮我烧一点水 这个等一下我们是要摆成一个造型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用剪刀 把这个下面两边给它剪开 用这个小刀从这个背部一去 这样的肉就取下来了 把肉要放在冰水里面吗 第一是让它的肉质更紧实 然后你片的时候更好片 吃起来的整个口感会更脆 现在整块肉呢 其实取出来就很完整 跟黄糖一样头 对 这龙虾就让它冰镇着 现在呢我们就来做这个鱼 你看我们刚才那个是生龙 现在活虎 对 这个老伙伴呢 其实吃鱼生来说 还是要放一下血 然后把它尾巴直接可以切掉 背部呢来一小刀 然后在水里面浸泡三十分钟 头取下来 这个头我们也是要留下来的 那我们在广东吃鱼生的时候呢 其实鱼皮我们也是要吃的 在片之前呢 用开水轻轻地给它烫一下 你看那个表皮轻轻地 就是打转了 实际上它这一烫啊 就是把这外皮削一下毒 然后立马过冰水 就让它这个肉啊 还是很细嫩的 现在就开始 然后来片它 用手这样捏着它 用厨房纸巾 这种老虎斑啊 这鱼的刺特别硬 对 在加工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别扎着自己 没错 没错 这刀一定要贴着骨头走 这么一条大鱼实际上取猪肉来 没有多少 连一斤都没有 我们一般呢就像这个头骨啊 然后就会是第二个菜了 比如说椒盐啊 比如说在广东包粥也是很好的 然后再给它放进来 你看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一条肋骨 然后给它去掉 现在这个鱼呢 它的这块肉上就没有刺了 对 老虎斑海鱼啊 它这个皮啊 胶原蛋白特别丰富 您为什么这么注重 胶原蛋白这个事儿 是吧 杨老师这个 在意胶原蛋白呢 我们是理解的女士吗 是吧 因为我是从不浪费 材料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事 难道不会因为说 吃完它补一补 那个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但也很重要 很多女士都喜欢吃这个鱼皮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脆 口感好 同时呢 没有脂肪压力 没错 对吧 灯到时候我把这个给你洗一洗啊 拿出来先过凉一下就好了 我去干这事儿啊 真棒 谢谢 你看我们就顺着这个皮往下掰 就这样去下来了 把这个鱼肉浸泡一下 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鱼皮处理了 为了口感让脆一点切条就可以 可以再拿一个玻璃盆 然后现在用开水给它烫一下 烫一下 这个工作就教给你俩了啊 好的 杨老师 之前有吃过顺德的鱼生吗 这个还真没有 没有啊 没有 好 我们待会尝试一下 尝试尝试 刚才第一步是用冰块给它 把肉更紧实了一下 然后现在第二步呢 就是要让它吸干净水 烫鱼皮 对 烫鱼皮 您一看 让它打转 现在就可以到了 其实它会老 好 可以 可以了 这个小龙虾把这个下面就会片掉 为什么在大年初期的时候 广东人一定要吃这个鱼生去捞 捞在广东有半的意思 这道菜是跟这些配料拌在一起 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 我以前是刚出来上班的时候 就是我有个书就跟我说 我们一起去捞四件 就一起去外面做事情 闯 闯 然后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为什么它一定是圆盆 大家一起用筷子给它捞 遇着一群人做一件事情给它做好 也祝愿大家心里一年 都能够捞好自己的世界 闯出一片天地 没错 没错 我们先片鱼 从底部给它片下来 鱼这个位置的肉啊 血管比较多 对 所以说它体现出一个红的颜色 中间那一点给它也片下来 它就握着理 这块肉不好在哪儿它呀 有点点老 是这条鱼最老的位置 对 切鱼片 你看它就是这样的 非常透亮的鱼片已经切好了 看到刚才邓大厨切这个生鱼片 我这个剪脂里面呢 其实也有非常细节的部分 虎纹的锯齿纹 就跟它的那个毛一样 对 就是用这种一左一右的小巨尘 来表现它的那个一根一根的毛发 接下来我们处理龙虾 龙虾更难处理这个肉 对 龙虾呢它中间是断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会从这里给它切开 选着这一块这样转 跟柚子肉一样 对 转开它就是一片的感觉 真正的滚到 真正的滚到 龙虾肉不好切 它肉非常锐 也有的直接拍 好了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捞了 上盘子 上盘子 我天呐 来 咱们借一下 来 来 哇 这都是真的花花草草啊 对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特意为我们回家吃饭 今天不开春了嘛 寓意着大家生机勃勃的样子 这里面有花 有山 然后有造景 把我们中国人心中的那个秋鹤 映照在餐桌之上 没错 其实这个还没完成好 然后还要再装饰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摆盘环节 好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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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个拉满了 对吧 杨老师您这边剪纸怎么样 我也刚刚完成 上面是游龙 下面是虎乐 现在年轻人在传统艺术上 也更喜欢这种萌萌的形象 杨老师 咱们一起尝菜吧 有请 谢谢 谢谢 拌也要讲究技巧的 如果先放盐就跟腌菜一样 汤汁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先放油再放盐 这个菜 我教你们几句粤鱼 好 来 一楼风生水起 一楼风生水起 是 二楼大吉大利 二楼大吉大利 三楼有财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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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咱们可以尝菜了 来 清脆爽滑自然鲜甜 没错 顺德加突出来的是 清鲜爽嫩滑 有在这里面了 而且呢 鱼肉跟虾肉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鱼肉是软弹 虾肉是脆嫩 徐大厨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我第一次吃这个菜 还是十几年前 十几个人在去 哎呀那种感觉特别好 对 然后呢白菊过西 又到了一年初期了 一年又一年 来感受即将工作的那个氛围 杨老师感觉怎么样 我第一次吃这个 我感觉是特别的鲜香 我基本上一周就吃一两回了 就爱吃这个味道 爱吃 而且现在开春了嘛 我们更需要追寻这种 比较鲜甜的口感 所以说在这个特别欢乐的 有仪式感的氛围 因为当中我们要开工了 也祝愿大家新的一年 工作顺利 我们捞世界 捞得大开眼界 捞世界捞得风生水起 捞世界捞得 欣欣向荣 生龙活虎捞羽生 小青龙虾取肉 老虎斑去皮 去骨 改刀 虾肉 鱼肉 鱼皮 放入冰水过凉后 改刀成丝 搭配配菜 放入油盐调味 捞起半云食用 或重点 虾肉 鱼肉 放入冰水过凉后 肉质更加紧实弹 好玩那两位大叔谁先来呢 邓大叔先来 你先来 为什么我先来 你安排的时候你先来 面都给你摆好了 你不来谁来 是 是我先来吗 是啊 是 你慢点 我这个也放一小时了 好嘞 别谈不快 没事 人家剪两张 对 是 来可以吗 随大厨来准备 开始